中共官方当然很紧张,这些大家可以理解, 那种紧张差不多等于你每日日日日都围痛, 日日都睡不安食不下, 如果有看节目朋友都知道, 其实七一这个你打算看军车, 坦克车在天安门驶过已无取消, 然后看习近平在天安门叶兵仪式解放军也无了, 因为如果你看在几个月前的一些评论都讲到, 第一疫情仍然失控, 另一方面你见到疫情在华瀕沿岸地区不断扩展, 甚至你见到其实现在反而是印度, 不要叫印度版,现在有不同名称, 现在大家熟用印度版新冠肺炎的伤波力更强, 虽然可能伤伤未必那麽大, 但始终无人知道究竟变种之后再变种, 例如新的种究竟现在疫苗能否应服, 起码去到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基本上去到华南沿岸地区广东省沿岸, 或甚至大湾区地区的疫情, 我想除了澳门或香港之外, 都已处于一个比较严重阶段, 所以再加上第二方面, 如果大家之前留意到因为南京地区的职校合拼, 而导致学生冲突,当然是否学习都言之上, 因为实际上如果单纯是一种因为学校合拼, 令他们的学位血本无归又不退钱, 又在那里拖在那里赖, 一年四万元,香港一年四万元都欲痛, 何况在中国大陆一年四万元, 等于香港可能是生活水平十几万, 大佬生气到烧了你也有, 第三方面当然因为整个中国大陆最近很多人讲躺平问题, 第二方面人口老化问题, 第三方面人口是否减少问题, 数字可能未必迷, 可能大家知道人口已经不多, 第四方面已经不要说出生率减少问题, 你可以想去年有没有人生了老, 在疫情下一定的出生率低到零点几, 不要说一,一都拿不到, 零点几,零点几,零点几, 差不多与无三无分别, 第五更严重的就是女多男少, 因为过往二十几年杀女鹰杀到与大屠杀无分别, 因为生第一胎是女杀了又有, 陀螺之胎是女落了又有, 其实与屠杀女鹰无太大分别, 造成今日中国人口问题、恶果, 与现在伴随下来的社会躺平问题, 甚至在中国不是每个都读北大清华, 读戒南,读上海名校, 那些复旦的名校, 很多很多在一线城市一些贫穷, 二三四线城市是读那些职份学校, 因为你读完找工作做, 但问题关键就是那些职份学校, 因为第一收身少,第二不是很赚钱, 所以那些职校就好像台湾学校要合拼, 要结束营业不做各方面, 但实际上你读完章证书, 你这家学校不存在, 你章证书即白费, 你不是中学证书, 你中学毕业证书你这家学校杀了校都算, 但如果你说你港大读, 你港大杀了校, 你中大杀了校, 变成香港中共第一分校, 第二分校大学, 那是甚麽意思, 你这张政府书可能变廢子, 所以我想在现在越接近, 很有趣,不知怎样, 越近党庆,社会那种躁动不安, 那些人民, 因为整个政府不单止越来越资本主义化, 越来越似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还要是资本主义根据列宁所说, 资本主义化的高峰是帝国主义, 大家记不记得, 你看这本书列宁写的, 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高峰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特质是抹削, 就算你说一带一路, 大家理解抹削就是说, 我做一件事你要出去, 你要出去即是你欠个钱, 你还不到, 即是你一定要将你这老婆子女给我为老, 其实都是抹削, 所以抹削的想像不是说你一天, 你不是那种叫八十二七, 大家知不知八十二七, 即是八点工作到凌晨十二点, 然后你回七日工, 不是那种, 我都想像是更阔的, 所以当然现在北京都已经买到十年制, 你说香港更加, 可能越近七一, 七一的意义更加大, 就是七一示威, 大家予所无, 这样方面, 所以如果大家都会继续留意, 由六月中, 现在六月中, 到现在, 究竟跟進来局势发展, 可能会越来越严峻, 更加重要的是, 究竟在地方政府, 现在地方政府, 還有沒有能力、本質、手法 是否派公安打、鎮壓 會否像香港那樣,香港經驗是出水炮車 出震撼彈、橡膠子彈、實彈對付香港人 不知道會出橡膠子彈、震撼彈、橡膠子彈、實彈 水炮車會否在中國大陸城市上演鎮壓人民的不滿 這很快大家會知道答案 大家經常說會否因為現在情況 會有一些家有規模對抗中央的騷動 我叫騷動,我們通常講革命 有騷動、起義、動亂 甚至運動、革命有不同層次的在術語上 我想騷動可能有些 但坦白說你看很多馬拉斯、列寧都說 你要有那個意識才有那個行動 如果你根本沒有那個意識 你成員都是發同惡 或者覺得你以後不讓我去這裏不讓我去那裏 反而我中了一件事就是整個維穩機器 你那個維穩機器背後可能你講到地方的武裝 例如你講到武警、公安、搞放軍 或者甚至可能是官方資助的流氓 一些地貓能否有效控制地方秩序 這反而是重要的 就未必真的會否是那些人突然間 個個變成宣中生意都不可能 坦白說 我覺得一個現實就是如果一個地方的人 都已經放為民主 到台來當對現實對政情不滿 最終可能重複李志誠、黃巢、黃巾 這些歷史故事 所以其實在愛國者之下 在國家安然之下教中史科 是應該將所有革命、 將所有起義的歷史全部撕走 因為真的很危險